好的这次呢就给大家谈一下属神在国服更新之后跟韩服那个版本相比到底变动了什么东西 那之前都一直都发那个天台界视频哈 然后如果说呢呃小小带抽的话呢可以找我 但同时如果说你要找包仲的话呢可以联系左上角那块麦子哈 QQ的话呢也是给他放上去的 那么属神呢回到正体上哈 属神这次的这个改动呢我个人评价是曲线救国 那为啥曲线救国呢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最大变动点就是这个地雷哈 那么地雷的伤害呢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高 之前的那个版本的地雷的伤害呢是为那个2600的 但现在的话呢他的这个末日伤害呢已经是变成了18600 这个伤害是跳的真的很高 而且这个呢是自动触发之下的地雷伤害 但是这个地雷的话不能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 这个能补的话其实也还是有点bug吧 就现在的伤害来说哈 有点bug 那么手动引爆伤害可以看到这个伤害呢一下子变到了28600的量 但是我个人不大喜欢他的就现在的这个侦查的范围 现在这个侦查范围就很大 然后呢只要这个僵尸走要附近的话 你看这个也不会说走要附近的 差不多地方的话他就直接炸了 然后呢手动引爆的那个范围呢也不算说太过于大 也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地雷哈能够让你手动引爆哈 想起手动引爆那刻的话实际上他的那个地雷已经炸了 就这种情况的话蛮尴尬的 不过所以这么说吧伤害也是挺猛的哈 OK那么大致来说的话呢距离这边哈 呃就可能就在这儿吧 就自动引爆的话在这边的一个范围啊 然后呢手引爆的话呢可能在这个地方相差的话呢就不是很远 可能僵尸稍微走两步的话都已经到了哈 OK 那么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动点 就是整个地雷的一个探测范围爆炸的范围 都做了很大的变动哈 这边再炸一下哈 直接是高了一万的伤害变成两万八千六百 所以说现在这个手动引爆的地雷是真的能够秒人的 挺疼的一个地雷 同时在栽变这个地雷的伤害呢也是报告的 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栽变的部分哈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地雷 就是这个鼠神哈 这个地雷咱们就不说了哈 A模式方面的一些变动 A模式变动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一个是把他的呃单体 伤害哈给他拉高了 但是这个单体伤害拉高呢 我个人认为吧意义呢好像不是特别大 其次呢是这个武器现在多了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在咱们这边打这个像比如说我们打手枪 然后这时候突然之间切一可以注意到了这个子弹已经消耗出去了 然后这块这个模型的话呢还没恢复过来 OK 那也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在你切枪的时候呢 他会瞬间把子弹打出去 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快速射击的功能吧 啊添加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呢呃 当然你不能就是说无限这样去切哈 因为他这个还是得要看射速的哈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的话会卡蛋 卡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是要算着你那个正常那个呃 每0.75秒打一发那样的一个射速的 不可能说让你对吧 无限这样切切切切切切那样的疯狂在爆切这个武器哈 不可能哈 这样上去增强射速的话 那这枪还需要去需要去做增强吗 现在估计都个人都疯狂在吹这个鼠神很强很强那样的哈 哎 所以说呢他是不可能这样的无限给你咱能切无限咱能给你对吧 提高这个射速咱能打的哈 就只能说呢呃 在打打人某一个武器的时候的话 我就瞬间上切枪就好 比如说我拿着这个深渊 就打打这个人啊 定住以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给他上这个鼠神啊 这样来打的话呢 就能够呃提高他的一个命中率吧 但也有另外一个呢 比较特殊的玩法 就是这个玩法 那么这边的话他就好高啊 OK 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电光火石红啊 当然也可以叫电光火石也好 什么流星火锤也好 这个无所谓哈 也就是呢 在这个锤子连锤的时候呢 因为他现在是变成了可以在切换的那一瞬间就把子弹打出去嘛 所以说呢 就可以应用到就是像比如说刀的 攻击就攻击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把枪切出来 然后打一枪那样的 然后把整个鼠神吧 打成了一个辅助 那么锤子的话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这个 就是锤直上面的击飞是变得非常的恐怖哈 这一段的话还好说 但是第二段 这个强化谱A的时候 一看这一下子他这么高 但跑过来的时候的话 就相对没那么高哈 那么这边 然后跑过来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玩法哈 就说这样的电光火石红哈 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这个鼠神呢 既能够打出伤害又能保证 保证这个命中的同时呢 锤子呢 这个控制链呢 又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哈 就现在呢 多了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红吧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用仲裁来去打出这种效果 仲裁的话就是扎人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仲裁的效果的话 不是特别好 仲裁的话就可以这样打哈 就是你扎一刀 然后打一枪 然后扎一刀打一枪 扎一刀打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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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打法 所以现在鼠神的这个A模式呢 就有点就活生生的活成了一个辅助模式 而这个B模式呢 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强的输出啊 虽然说A模式的这个强度也不错哈 OK 目前来说国服看着还蛮不错 主要是因为可能数量问题吧 相对多一些 然后比较麻烦 但是呢 等就说可能后续吧 打到高压房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玩家就打打的发现 哎不行 这个枪的话 我要跟人家拼的话拼不了 换回猪神的时候呢 估计那个时间点的话呢 就应该是鼠神比较好 体现他的强度的时间点了 反正现在的话呢 房间当中鼠神的这个强度呢 反而有点小一出 但是我更认为吧 这个枪还是打不了高压房 这个之前也打过一次的高压房 打高压房的话很累 尤其被参丁拖的时候呢 真的很尴尬 所以他这个A模式呢 真的射速这个部分 要是能够提升一下就好了 但又考虑到现在的整个 这个枪的表现又好像不算说太过于弱吧 那还是是吧 多观察一下吧 现在说的话都观察一下吧 然后呢 这个地雷的话呢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不会记得上去用这玩意啊 疼大挺疼的 但是不经常用 能想起来的时候的话 基本上估计将是已经到你面前了 所以这个地雷的话 现在生化的表现 我也不好说就是到底说他尴尬 还是说他不尴尬吧 不尴尬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这个雷真的很容易刷屏 只要你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上去 手动引爆也好 自动引爆也好 是吧 抛几个雷上去 炸一拨人也好 他都很容易刷屏 但是就那么三个了 这个的话比较尴尬 而且呢 我最讨厌就是他这个自动探测范围 真的是好大呀 那个自动探测范围的话 如果能够缩到就大概这样一半的话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起码我抛过去的时候的话 我有这个时间上去给他扭那个用键 有这个手动引爆这个右键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谈一下栽变这个部分 栽变这个部分的话呢 不要特殊 栽变目前的这鼠神就变成了一个T0级的输出 为什么呢 这边我们马上进栽变房间 OK 那么进来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鼠神掏出来 那接下来呢 咱们把那个僵尸 咱们打那个噩梦九难度也行吧 好 先看一下这边的攻击力 这个是唯一攻击力 然后呢 拿这个雷抛在这 然后呢 我引爆没炸到 这鼠神呢 手动引爆还挺拼他的那个 就熟练度的在栽变里面 但是伤害很高 可以看到了 这边呢 这个手动引爆伤害呢 为一万九千七百 而且呢 双倍破甲 同时呢 也就代表他这个面板呢 应该是为三万九千四百的量 非常可怕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十攻击力之下 这个雷到底有多么恐怖 现在这个雷 现在这个鼠神之所以说 他是T零级输出 这真的是有道理的 来手动引爆吧 蹦 好了 一瞬间一炸呢 就炸了一个114K 非常的高 而且呢 破甲的量也是114K 那很明显 为啥说他是个T零级呢 输出爆炸同时的话呢 还能够双倍破这个 BOSS的护甲 只要呢 你用的比较熟练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 夸张的效果 也像比如说这样 好 然后马上 炸 这边 僵尸也没护甲了 然后呢 这个K数呢 一下子飙到了228K 然后这边 我再炸 真的是 肉眼可见的血量啊 在掉哈 这个BOSS的血量 OK 然后 炸 但是要不断的这样去切哈 然后 炸 好行 接下来 我觉得这个属神的话呢 这个抛右键可以用个红 真心话 抛右键可以就是栽变玩家哈 可以抛一个红 然后呢 就可以三个雷呢 迅速抛下去 这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猪神的伤害啊 我再说明一下 这个是 这个 这个BOSS的话 是噩梦九难度哈 这个血量哈 可以注意到很厚的哈 OK 那么看一下这个猪神 猪神呢 这样插一下 所打的这个总伤害呢 是接近 20K 啊 不是20K 接近200K 好 一扎 OK 这个是接近200K的量 但是呢 这个雷呢 是一个雷就已经200K了 T零机输出 坐实啊 这是噩梦九难度啊 各位啊 噩梦九啊 他妈的 所以啊 这虽然说打墙呢 是一生之敌 打小怪的效率呢 也不算说太过于高吧 但是 打BOSS这个 你妈个比 什么鬼东西 好 这块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K数哈 七万九千 然后一万一千多 所以打的话呢 总共也就是 接近十 呃 接近一百万 不 接近一百K哈 十万伤害 接近一百K 哦 不过这个应该是 有那个持续的 我看看 好像已经有那个 减伤了吧 现在是 哦还没有 还没触发那个减伤 好吧 那也就说 现在这个猪神 猪神的话呢 这样扎一下的 这个伤害呢 也就是一个 接近 对 接近这个 一百K的量 但是呢 没有双倍破甲 而这个 属神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双倍破甲 太变态了 不对 我把那个 秒伤重置一下 因为 这猪神 应该是三段伤害的 扎一下 爆一下 哦 对 这应该是十万的 应该是 一百零三K 应该说是 这个是猪神的 这个伤害 OK吧 刚那个的话 稍微小修正一下 这边好像已经 触发了 那个 好像还没触发 好像还没触发 那个常驻减伤 好 那么A模式的话 其实 就不怎么样 A模式在打 这个boss的时候 这边重置一下秒伤 所以这个效率 真的很低 还不如真的 直接拿个地雷杀 炸还好一些 他妈的 这个伤害 真是 好大妈变态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 鼠神 现在 就是增强之后 应该说 取先救国之后 的结果了 反正总 评价下来的话 生化目前来说 我只能说 给他评到一个T1级 我很难说 能不能够 就评到T0 但是T1级 是可以有 因为现在真的很烦 这个东西 然后呢 灾变就妥妥 肯定是 boss叔叔T0级的 这个真的没话说的 双倍破 甲外将是这么高的爆发 那么 这就是 现在属神 国父更新之后的情况了 我们不仅仲有 我们不仅仲有 我们不仅仲有